灰太狼钻进一副皮囊里 接着是胳膊 然后是大腿 脑袋也拱了进去 慢慢粘牙 他竟然坐了起来 仔细一看 竟变成中年男孩的模样 这时有人经过 他起身赶紧追了过去 由于第一次做人 走起路来还是摇摇晃晃 因为不知道交通规则 差点被小汽车窗飞 随后他遇到正在遛狗的女人 很快学会了人类走路 他来到城市 瞬间明白生存之道 于是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参加蛋蛋公司的面试 虽然他不会 但狼人抄的高明 不仅获得约薪百万的工作 还得到公司领导的器重 没过多久 狼人买下两层高的大楼房 我混得还不如一个畜生 狼人开心坏了 突然想起那些坐廊的日子 激动的金青奔跑 跑了两百多圈还不够 这诡异的一幕 把搬家师傅看懵了 即使桌上摆满了美食 可狼人一口都吃不下 并告诉妻子生活大不如前 就在这时 他看见小姨子怀里的泰迪 内心无比的渴望 到了第二天 他就给自己买个小馋猫 刚准备饱餐一顿 这时车库门被打开 被女儿发现了 没办法 他只能把猫送给女儿 以后的日子里 他看见女儿摆弄着小猫 哈喇子和口水流了一滴 终于他跟妻子说 狼人伤心的流出眼泪 在公司会议上 狼人出现了幻觉 大屏幕的PPT变成了生肉 就连手里的文件 也变成了动物的内脏 狼人实在憋不住了 他选了一个最帅气的同事 搜的一下爬到桌子上 瞬间扑倒了男人 狼人大口地糟了起来 当众人看到他的狼嘴时 全都受惊了 狼人健壮 撒下腿就跑 同事们在后面疯狂地追 虽然狼人的速度比狼快 但是众人并不想放过他 很快他跑到家 然而妻子并不认识他 他急忙跟妻子解释 见女儿没反应 狼人迅速脱下人皮 因为妻子会接纳他 可没想到 却被妻子轰了出去 无处可藏的他疯狂逃命 眼看没了路 灰太狼绝望地转头 结果下一秒 这下同事们安心了 因为男人死了 他们的身份就不会暴露 我的天哪 他们都是什么亲兽呢 男人手上莫名长出铁爪 他好奇地摸了一下 结果爪子割破手指 更可怕的是 另一边也长出铁爪 他想用力甩掉 可爪子太过锋利 竟然把台灯砸得洗碎 然后用鞠子想把铁爪锯下来 没想到鞠子干不过铁爪 男人飞都要欺诈了 想着出去找朋友帮忙 却把肛门干出几个大窟窿 原来男人跟闺蜜爬山时 突然天空乌域密布 一道闪电咔嚓劈中了他们 下了裤子都湿透了 本以为就此嗝屁 可奇怪的是啥事没有 他们以为只是幻觉 可一年后男人睡醒觉 却发现震惊的一幕 手上居然长出了铁爪 蒙圈的男人瞬间蒙圈 更没想到的是 竟然长出两个 碰在一起还呲呲冒火星子 他想开门出去 没想到直接刺穿了钢门 男人害怕坏了 于是想用钢锯锯掉铁爪 可是锯了半天铁爪毫发无损 钢锯竟然被干报废 累了半天想喝个可乐接接客 结果 于是打电话让朋友帮忙 没想到朋友也没好到哪去 早上醒来一睁眼 竟然射出一道火光 直接把天欢板穿个窟窿 吓得小伙赶忙捂住眼睛 正准备起身 竟然又射出火光 这下彻底不敢睁眼睛 于是戴上墨镜试试 没想到 小伙无奈闭着眼睛 来到厨房找吃的 即使刀出来的是吉木 因为眼睛看不见 还是哭尸哭尸噪的杠香 经过两个人的沟通 发现问题就是那道诡异的闪电 既然没办法改变也只能接受 最后男人也发现了铁爪的优点 不仅可以刮胡子 还能直接用来切菜 朋友也破解激光眼的用法 想吃烧鸡直接眼睛一等 小鸡瞬间烧得外焦里嫩 晚上想睡觉时 男人摘下魔镜 射出激光关闭电灯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也意外获得超能力 就想用来做什么呢 欢迎频率去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下期更精彩 如果金刚狼来到现实世界 会发生什么呢 早上起床 直接用狼爪关闭闹钟 然后再伸个懒腰 就是有点废墙 因为有铁爪 根本也不用管护刀 插插两下就刮得贼拉干净 可由于鼠练度不够 夸他把脸拉倒口子 还好他有自我愈合的能力 很快伤口便消失了 然后插个苹果 一边吃苹果一边做早餐 用铁爪抠出奶油 均匀涂抹在面包片上 敲刻单身50年的 公斤蛋放碗里 在搅拌切切丝绳一下后 做成特别有营养的单炒蛋 吃饭也不用筷子了 不知道这么方便的爪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 看到报纸上的又回去了 直接伸出爪子轻松给挖下来 吃饱后来到楼下 夸得插中半吨中的垃圾桶 轻轻没用力就举了1000来下 再也不用买健身器材了 但也有烦恼的时候 遇到朋友想碰个拳 结果拳头被刺穿 就连弹了80年的女朋友 也跟他分了手 男人伤心坏了 激动的弹出铁爪 重重的怼进墙里发泄 可没想到竟然拿不出来了 即使用尽吃爷爷的力气 也没有任何作用 更尴尬的是和朋友一起去谈生意 面对安检朋友顺利通过 可轮到他时 警报滋滋的想个不停 随后工作人员对他进行检查 没想到探测仪扫哪哪想 结果被当成恐怖分子 这也太可气了 好不容易在家里放松下 对着游戏里的坏蛋 夸夸的以对输出 可因为太过激动 退出游戏后才发现 家里已经被他划得稀巴烂 这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装修的 中午睡个午觉 突然被手机进行 别的没啥 就是感觉有点头疼 小伙在跟金刚狼碰拳后 也获得了超能力 切黄瓜只要咔咔几下 就快速剁出很多小段 修剪楼下的绿植 只需要弹出两只钢爪 随便回舞几下 就剪出完美的造型 不多不说还真有两下子 在野外想吃烤肉 把两只钢爪在一起摸擦 冒出的火星子瞬间点燃柴火 再将棉花糖穿在铁爪上 放在火堆上烤制八分熟 小微刀也太哇塞了吧 那么看完故事后 你觉得有了金刚狼的钢爪 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钢爪 你想不想要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这个狼人可不是一般狼 不仅长着满嘴獠牙 还有可怕的利爪 每到夜幕降临 便会偷偷的破窗而入 害怕的赶紧躲进安全屋 传说月圆之夜 森林就会出现诡异狼人 开始四处寻找食物 小男孩正在睡觉时 突然听到恶狼嘶吼声 这样的瞬间惊醒 马上开始紧张起来 此时狼人已经快速来到屋外 他见客厅里没人 唰的竟然冲了进来 狼人在房间里到处搜寻 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 而小男孩早已经拿着武器 躲进地下室里 狼人也睡着味道 夸的来到地下室 可就在这时 小男孩突然出现 并发起猛烈的射击 狼人被打得屁滚尿流 不断的后退 男孩的激光炮实在太厉害 在炮火的掩护下 他赶紧藏在桌子下面 等狼人缓过神来 也快速走进房间 没想到男孩站出来挑衅 成功地激怒狼人 男孩拼命逃跑 眼看他就要凉凉 关键时刻 男孩大吼一声 躲在暗处的弟弟 放下引头网 轻松地抓到了狼人 男孩上楼想找父母帮忙 可他们却都不在家 没办法他只能自己解决 却发现狼人不见了 这时父亲突然出现 伸出狼人一样的爪子 把小男孩偏进屋里 裤齿锁上了缸门 下一秒男孩突然惊醒 原来只是一场美梦 可再看向父亲的手 难道真的是梦吗 那么问题来了 父亲到底是不是狼人呢 是的扣一 不是的扣二 感谢关注淡胆 下集更精彩 90岁的小伙死而复生 男人想给他接好断手 却意外地扯掉了手臂 还好小伙并没感觉到疼 男人赶紧安了回去 随后突然出现在公司里 刚喝的水 瞬间从脖子梗露出来 我的妈呀 吓得众人扔下腿就跑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男人当场吓尿 个人直接晕了过去 小伙之所以能死而复生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赞关注 这也太神奇了 男人赶紧跟了上去 可就在路上 小伙的耳朵里爬出一只高蛋白 瞬间被贪吃的麻雀追走了 看得路人大吃一惊 很快到达目的地 只好竟然发现 男人的左手掉在车门上 他不可置信地拿起端手 赶紧追上男人想给他安好 却使劲没用力 居然把胳膊拽了下来 还好搜一下接了回去 可当男人坐飞机时 还是发生了意外 在万米高的地空中 男人兴奋地手舞足蹈 等驾驶员回头才发现 小伙没了只剩下一只胳膊 接着咣当掉进逛木里 正好他的家人在附近聚会 全都凑上来 开心地跟他告别 男人断气后 他们盖上盖子 回去就研究怎么分遗产 可下一秒 男人居然活了过来 吓得孙女直喊妈妈 其他人全都撒腿就跑 随后男人说出死而复生的秘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这么神奇的方法 你最想让谁重新复活呢 说出来才有可能实现哦 如果你得到一个飞行滑板 会选择怎么玩呢 是跟小飞机近距离接触 还是在临街小路滑行呢 即使飞到马路上 也会安然无恙 不知道这么炫酷的滑板 你想不想要一个 这天陈浩买了一个飞行滑板 来到空地迫不及待的想试试 于是拿着遥控器一按 滑板果然飘起来 朋友一脸怀疑 趴在地上一顿检查 害怕有什么故障 可男人不在意直接踩上去 果然滑板开始动了 还非常的平稳 小伙兴奋不已 朋友也觉得不可思议 随后他想试试其他功能 按下开关后 下一秒滑板直接窜出去 差点把屁股摔成两半 朋友劝他不要玩了 可男人不听劝继续尝试 再次按下开关 小伙搜的飞到半空中 这也太好玩了吧 朋友觉得危险让他赶紧下来 可是却越飞越高 立地面都有几千米 朋友吓得直接跑路 随后他随便按了下 还好这次平稳前行 虽然很害怕 但还挺刺激的 开始熟练操控滑板后 一会穿梭在林间小路 一会又自由自在的飞过草地 突然看见驶来的汽车 还好及时穿了过去 他速度越来越快 就在飞机森林里 树枝遮挡住视线 男人躲闪不及 直接撞在大树上 人倒是没有受伤 就是阳空青猫火星子 还好没有坏 于是继续前行 可下一秒 他着急回家吃饺子 便加快速度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直接飞进小黑屋里 一年后陈豪走出来 发现阳空青已经坏了 离谱的是滑板竟然自己飞起来 并且越来越高 这下把BQ了 赶紧打电话求助 可还没来得及说清楚位置 却被飞来的直升机下掉手机 就在男人不知该怎么办时 这时滑板突然没电 男人哭吃掉进海里 还好他会游泳 不然真完蛋了 看完短片后 会飞的滑板 你想不想要一个呢 想要的扣一 不想要的扣二 感谢关注淡胆 下期更精彩 OK OK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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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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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